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2点来开出 最高点出现在早上9点45分来到17387 那么最低点呢 出现在今天下午的1点半来到17123 整个高低区间总共是264点 现货的成交量放大到3098亿 那么今天我们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是不过三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我们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前两天市场传出这个 美国公债殖利率倒挂 引发了经济衰退这个担忧 那么昨天呢 再度传出了道琼运输指数 从高点拉回超过了20个百分点 这也让整个经济成长 再度蒙上了阴影 因为我们都晓得运输一般来讲都是经济发展的这个指标 那么道琼运输指数大幅度的拉回 其实呢 也让接下来整个美国经济的成长啊 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要艰巨 那么昨天晚上 美国三大指数啊 连续第二天的拉回 而且呢 全部都回测了月线的支撑 使得今天早上 台指我们可以看到 连续第三天啊 一开盘就大跌超过百点 今天一开盘就下跌了172点 可是过去两天我们可以发现哦 整个行情啊 开低之后都是用量缩的方式啊 行情稳步的上扬 也就是呢 多方都是用量缩的方式啊 来稳定整个架构 可是今天呢 早上其实一度啊 其实也是用量缩的方式 让行情啊 缓步的往上来做个挺进 可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11点过后啊 11点过后 行情却开始放量下沙 没有办法去炮制过去两天啊 用量缩的方式来稳定整个盘斥结构 也就是所谓的事不过三 那么为什么今天 行情没有办法像过去两天啊 能够用这种稳盘的方式啊 来让行情持续的往上走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在于 今天早上 其实呢 台子一开盘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已经开在哪里 它已经开在的整个月线的下方 而且呢 一早就跌破了昨天盘中所出现的低点 那么就表示整个技术面 其实已经偏向一个空方的结构 那么今天早上呢 可以看到行情横盘过后啊 今天只要一跌破 今天整个3月17号 昨天我们所讲的 3月17号的跳空缺口 它的关键价就是17300 那么只要跌破这个17300啊 就会引发很多的停损 以及所谓技术性的空单进场 那为什么跳空缺口这么重要 各位你要知道 所谓的跳空缺口 尤其是往上跳空啊 这代表跳空的这一段中间啊 是属于一个价格真空的状态 中间是没有成交的 所以呢 如果是往上当然速度很快 往下速度也很快 因为中间 基本上是没有成交量 来作为一个支撑 所以今天早上很明显的 只要跌破17300啊 就是一个关键的警讯 所以你可以看到 行情跌破之后啊 整个下半场 是一路的往下来做回撤 而且根本看不到 真正的这个低点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过了之后跌破17300 不管是期货还是现货啊 量能都是逐渐的放大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的行情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根据我们开盘前的预估开盘价 今天是17377 也就是呢 今天理论上跟着美国股市啊 它早上的涨跌 还有昨天台子夜盘的表现 我们今天开盘应该是开在这个位置 那么实际的开盘价呢 我们看到今天8点45分 实际的开盘价是17333 333也是远低于377 这中间有超过40点的价差 原因在哪里 就是在于一开盘的当下 主力是偏向一个空方的操作 而且今天台子开盘的量能啊 其实并不低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早上一开盘 主力跟大户啊 其实是偏向一个空方操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到 其实在同一个时间 8点45分 也触到了我们所计算的空方加速点 过去我们讲过 如果在短时间啊 尤其是在早上一开盘 连续出现两个相同讯号的指标 这就表示当天的趋势啊 非常的明显 所以呢 一开盘出现两个空方的讯号 接下来行情啊 果然是出现一个相当大的拉回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啊 今天在行情往上盘涨的过程里面啊 因为我们所设的停损 只有35点跟40点比较短 所以呢 打到了我们防守的点位 但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能够在一开盘的当下 看到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空方讯号的话 我想大家都能够了解到 今天呢 其实应该偏向一个空方的格局 那我们再看到 在早上9点07分的时候 我们透过早上期货 跟现货一开盘的成交量 还有价差的表现啊 加上老师啊 对盘面上的观察 给会员朋友第一手的分析报告 我们看到 今天台子前五分钟开盘 已经成交了5987口 已经远远高于过去五天平均量 5026口 所以刚刚我讲的 期货一开盘其实量能啊 非常的大 那么呢 现货今天开盘是127亿 是小幅高于过去五日均量 120亿 所以刚刚有说到 今天早上现货开盘量其实不大 因为呢 主力是非常积极的在做稳盘的动作 不过呢 接下来就是因为跌破缺口啊 让行情一路的往下 我们再看到 其现货成交量放大波动率上升 早盘现货跌幅小于台子 而且成交量有萎缩的迹象 多方积极稳盘 但是呢 如果跌破17300 就会出现技术性的沙盘 加速下挫 应该顺势偏空操作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啊 能够了解到 我们的讯号偏向空方 加上整个关键点 就是在17300 这个时候 当然你在操作上 就能够事先做好准备 不用像过去一样啊 大家看着行情 有多单的人 都觉得行情有机会开底走高 有空单的人 就巴不得啊 行情啊 一分钟跌超过100点 这些都是自己心理上的预期 可是对真正的操作来讲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最好的方法 就是透过最完整 最公正的一个 看盘结构的分析啊 让大家在每一天的操作上 都能够有所依据 那我们再看到 除了早上9点07分 我们透过价量分析啊 给会员朋友第一手报告之外 每天在9点20分左右 我们还会做一个 开盘强势扫描 把最关键最完整的多空点啊 都跟收集 整理好之后 来跟会员做分享 让会员来做参考 我看到今天第一个 十大交易人及特定法人 台子进步位同步翻多 逢低布局 第二个 找盘现货跌幅小于台子 而且成交量萎缩 多方积极稳盘 第三个 道琼运输指数 出现了衰退的讯号 每股下挫回测月线支撑 第四个 台子开盘落于月线下方 而且跌破昨天的低点 技术面转弱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呢 虽然是整个现货 相对台子抗跌 而且有成交量萎缩的迹象 多方积极稳盘 有助行情指稳 但是一定要注意 如果跌破17300 将会引发停损的卖单 以及技术性的杀盘 值得留意 各位今天早上9点15分 如果在今天早上 你能够收到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个 开盘强势扫描 是不是你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掌握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别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只看一些股票老师的节目 天天都是买点 每天都是起涨点 那么也不要因为你手上有空单 就希望每天都发生世界大战 所以过去如果你都是找寻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只是在找安慰 你只是希望市场上有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叫做取暖 这对真正的操作没有太大的帮助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所 我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同时吸收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花时间整理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只要你留下联络电话或是打电话进来 那么助理就会来帮你做设定 接下来早上你就能够跟会员一样 同步收到我们这个开盘的强势扫描 我相信每天早上大家就赶着出门 有的要赶着上班上学带小孩做家事 没有这么多时间整理资料 各位不用担心 每天早上你都可以得到老师第一手的分析报告 那么呢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这个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影音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今天的重点新闻 意识到行动落后 联准会猛踩刹车打通膨 缩表速度连飙两倍 各位投资朋友 根据联准会最新的会议记录显示 接下来最快就是在下个月 联准会将要以每个月 950亿美元的速度 来进行一个缩表的动作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上一次美国联准会缩表 是在2017到2019年之间 那么当时大概只有 450亿到500亿 也就是呢 接下来缩表的速度 将是上一次的两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缩表跟升息有什么不一样 很简单 我们现在看到联准会逐渐的在升息 那么升息的结果 就会让整个市场的资金 慢慢转移到什么 从整个股票市场 慢慢转移到债券市场 譬如说呢 如果利率越升越高 大家去看 你投资股票的报酬率 可能还抵不过 在这个应该是说利息的收入 尤其是对一些大型的资金 更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升息的时候 资金就会慢慢慢慢的做撤退 那么呢 缩表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缩表不是让资金慢慢的移动 而是呢 一次就把市场上里面的水 通通给它抽光 因为呢 过去市场上资金实在是太过于泛滥 那么呢 缩表 其实它 它整个动作 是比升息还要来得更加的激烈 那为什么现在整个动作要如此的快速呢 各位 也许前联准会的一个什么 总裁 他说出了真正心里的话 他说啊 如果要打击这种恶性的通膨啊 最快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让股市 让债市 心风血雨 也就是呢 让这个金融市场啊 出现大幅度的震荡 这时候才有机会 让整个通货膨胀快速的这个降温 那么呢 也许接下来 我们就要特别去观察 美国股市的表现 因为现在看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美股表现啊 相对是比较坚挺 你可以看到 以道琼指数来讲 上一次过了月线 连续三天站上之后 行情出现了一个盘间的走势 那么呢 最近出现非常多利空的消息 让整个指数啊 又再度来回测这个月线的支撑 但是基本上 整体来讲 它跌幅啊 是相对的有限 那么呢 NASDAQ也是一样 上市三天站上月线之后 月线从压力转变成支撑 那么呢 展开一段盘涨的行情 那么这几天啊 这两天 尤其是跌幅相对是比较大 也是来回测月线的地方 那么最近 美国股市 加上我们看到 美元指数啊 走势也是相对的坚挺 为什么 它凭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凭借着市场上的资金 纷纷回流美国市场 那么回流美国市场 要码就是买债券 要码就是买股票 因为市场的资金 需要有地方去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股近期的表现相对坚挺 那么呢 尤其是美元指数 受到了恶乌战争的影响 昨天我们讲到 日元它现在是极度的宽松 过去它也是避险的一个标的 但是呢 日元最近跌的是一塌糊涂 那么欧元呢 也不要讲 因为它是属于风暴的核心 那么资金当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能流向美元 没有第二个选项 所以呢也让美元指数啊 持续的走高 而且呢 已经突破了前波的这个高点 所以美元指数持续的走高 这时候就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外资对台股的这个动向 昨天卖了200多亿 今天盘后最新的数据 又卖了400多亿 所以呢我才不断的在提醒大家 当美元指数站上月线之后啊 各位就要特别小心 过去好不容易减缓的这个卖压 可能会怎么样 重新再度放大 所以呢这两天又卖超将近700亿 那么以现在整个技术结构来看 各位 现在呢 美国啊CFTC啊 就是它的一个 算是一个期货的统计的一个单位啊 现在它美元指数的投机进多单 已经来到了近期的新高 也就是市场的资金 不断的涌入啊来做多美元 所以看起来整个技术面加上筹码面的这个加持之下 美元指数恐怕还会持续的上涨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就代表了外资对台北股市的卖压 可能会逐渐逐渐的加大 那我们再看到 我们本身加权指数啊 今天也可以发现 今天收了一根长黑棒 开在月线下方往下走 而且量能放大 叫做带量长黑 这也代表已经开始有筹码杀出了 那么呢也许有些人认为 筹码杀出啊 有机会让行情出现换手 但是呢有没有机会 我们还是要搭配其他的面向来观察 尤其是现在呢 从技术面来看 它现在呢落于月线 跟上面景线的下方 那么期货也是一样 我们先来看到 这是大盘的30分线图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来判断 接下来行情回挡到哪里 才具有真正的支撑 那么我们看哦 这个呢是大盘的一个价量 比重图 这个最大量啊 从近期来看 大概是最近一个月的时间 最大量是在这个地方 是在17445 我们抓个整数点 17450附近 那么呢今天开盘 跌到这个下方之后 一路的往下走 哪里才是下一个成交的大量区 是不是这个地方 虽然不大 但是这是下方啊 先近期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这位置在17000 所以呢 如果透过成交量的分布 刚刚我们有讲过一个概念 中间如果成 如果是属于跳空 没有成交量 那不用讲 速度很快 那么中间如果量能偏低啊 其实呢 也不会有太大的支撑 当行情回撤的时候 它必须去寻找一个最大的支撑点 所以呢 从技术面的跟筹码面的观察来看 接下来17000啊 可能是下一个行情止跌的点位 那么呢 从期货的角度上来看 今天收了长黑 我们看一下未平昌量的一个变化 从72492 昨天呢 72607 今天收了长黑之后 未平昌量 我们来看 来到了74745 过去我们不断的在强调 台子期的未平昌量 它不代表市场的多空方向 它代表是市场上有多少人流仓 如果呢 越多人流仓 代表赚钱的人还不想走 那么呢 亏损的人也还在观望 当大家不断不断的在上车 未平昌量如果持续的增加 这就表示 期货筹码的动能是越来越充足 那么呢 今天收了长黑之后呢 可以看到未平昌量再度的上升 那么呢 表示期货的筹码 目前看起来是偏向一个空方的结构 那么呢 现在月线来到17393 今天开牌是不是直接开在月线下方 这就是一个警讯 那么呢 这个缺口的位置 我们看到3月17号的缺口 就是17300 昨天这张图啊 在节目里面 也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 先天不足 已经开在月线下方 等到长黑啊 在灌破这个重要的跳空缺口 你可以看到今天下跌的时候 是不是连最基本的反弹都没有出现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在这里 有一个非常大的跳空缺口 在这个地方啊 当然回档的时候 就不容易出现一个比较 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的迹象 所以从技术面来看 今天它大盘的带量长黑 加上未频长量的增加 还有呢 今天真正的支撑啊 可能是落在17000的部分 所以短线上 我认为行情大家还是要 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谨慎 但是呢 不管你是做多做空 看多看 看涨还是看跌 每一天的行情 其实都充满了无限的机会 只要你准备好了 你有工具 有方法 机会就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 如果你还是像过去一样 随着盘中的波动 上上又下下 做多的时候 心里面觉得不踏实 好像随时都要拉回 当你放空的时候 又觉得行情好像随时 都要止跌反弹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这表示你会随着行情的波动 来影响你对盘式多空的看法 那么时间一拉长 如果让自己的情绪 被行情所波动所影响的话 当然你赚的时候 可能赚一点点 你又赶快落袋为安 可是当你赔钱或是被嘎丹 套住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说再看一下 也许明天有机会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能够透过好的工具 专专业的指标来帮助自己 协助自己在做盘中的一个观察的话 我相信你的操作就会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最好的方式各位一定要记得 老师这20年来在期货市场 真的已经有太多的实战经验 也看过很多的投资朋友 这时候呢 前扑后继的进入期货市场 每一个人刚进台的时候 其实都是雄心旺壮志 大家都想要在这里能够创造非常辉煌的战果 但是最后却是丢盔弃甲 其实并不是因为看盘的功力不够 而是你的操作抵不过人性的这个弱点 最好的方法一定要透过工具 通过指标 通过专业的团队 这个时候我相信你每一天的操作 就不会像过去一样 患得患失忽多忽空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一通电话立刻让你晋升赢家 拨打02-2542-8999 02-2542-8999 把电话拨通 明天就是赢家再会